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世宗雍正本名爱心觉罗 印真 从小就刻起手里 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正是如此 他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个很无趣味又冷酷的人 连他的父亲康熙都评价他很乖张 其实 不怪世人这么想 九子夺地中雍正表现出的残忍 让人不寒而栗 执政后的铁血手腕和大兴文字玉也令人胆寒 尽管雍正的性格让人诟病 但他无疑是史上最勤快的皇帝 自他登基为帝以来 没有睡过一天懒觉 每日批改奏折到深夜 无论大小奏折都不假人手 并且效率极高 两三天内一定给答复 他不单于女色 也不曾外出游玩 再为十三年就在宫里处理了整整十三年的政务 据统计 他一生中批阅超过千万字 一代工作狂也是需要点爱好来解压的 他的爱好与他的父亲和儿子喜欢外出游历不同 甚至可以说他与古代帝王的爱好都不同 他喜欢cosplay 时而装扮为农民 时而是弹琴主茶的山中隐士 时而披甲带亏与猛兽斗争 时而是与善伦金的富家子弟 想来秦政的帝王也有厌倦朝堂上风云诡诀的时候 又无法从繁忙的政务中抽身 只能借cosplay满足一下自己对不同生活的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